今天小编要教大家酱油腌制金针菇 所需要的食材有金针菇、酱油、柴鱼片、砂糖和蜜蜂玻璃罐 首先掀起一锅热水 放入柴鱼片 稍微搅拌一下 让柴鱼片泡出味道即可取出 接着放入洗净的金针菇 倒入适量的酱油 再放入少许的糖 煮约15分钟 再拎起一锅热水消毒密封玻璃罐 取出后需自然风干或完全擦干 将煮好的金针菇放入玻璃罐中 可加入一点酱汁让金针菇更入味 接着盖上盖子 倒扣放凉就完成啰 酱油腌制金针菇可搭配青菜 拌饭拌面也很适合哦 简单就能做的腌制开尾菜 一起来试试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